今年以来国内金融领域改革呼声不断 相关改革措施也不断出台 确实面对经济增速放缓 地方债务激增 企业利润率下降等等一系列不利的条件 金融行业的自身发展 似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路口 如何兼顾创新与监管 宏观调整与微观突破之间的平衡 是当前金融改革的重要路径选择 在经济转型这盘棋局上 金融改革需要迈出重要一步 日前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和财经传媒联合举办的 2013年中国金融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小林 著名经济学家徐小年 黄一平 曹远征等人出席了论坛 在黄一平看来 影子银行的存在正提醒金融改革 需要大动作 在我看来影子银行很简单 就是市场不能再接受 这个当局对利率的严厉的管制 所以可以把它看成为一种 变相的利率的市场化 帮助我们改善资源的配置 它的风险就是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 你把它放开来 可能以后跟接下去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热钱的问题 我们过去有资本项目的管制 所以国外不管怎么样变化 我们国内有很好的屏障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热钱流进流出越来越多 其实是资本项目管制要继续下去 变得越来越困难 所以像这些问题 我觉得合在一起 可以说我们金融改革 到了必须要做大动作的时候 或者是说过去走了一半的 这个金融改革的这个路子 现在要把它走完 才有可能支持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这个转型 也才有可能支持我们这个金融体系的这个稳健 在过去的两三年间 从银行到信托 券商 国内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快速上升 特别是在巨大的融资需求和金融审慎监管的双重影响之下 频繁出现融资口子一开 资产规模迅速膨胀的现象 这种情况的出现 不仅浪费了一部分市场资金的能量 也不利于金融风险的风散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恐怕还要寄希望于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 在许小年看来金融改革仍有几个根本性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早在改革之初就一再讨论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关注的就是如何让金融机构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自担风险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关注微观领域的改革 在全局的考虑问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 我们现在的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能力 和这个风险控制能力 是令人担忧的 那么你仅仅在宏观的层面上 利率自由化呀 这个金融市场放开啊 这是不够的 这是需要的 但是这是不够的 如果不去这个重视和解决 微观行为主体 它的激励问题 我们有可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恶性循环 就是当风险上升的时候 我们一味强调的是加强监管 加强监管 加强监管会导致 刚才建格董事长讲的 制度性套利活动的更加活跃 加快金融改革意味着金融创新的加速 和金融管制的放松 这必然会增加局部金融危机出现的几率和频率 然而应对之道不是不改革 而是分清次序 在改革的同时创新监管 在20世纪最后20年 20年期间发生了100次的金融危机 原因就是很多国家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开放金融 那么开放金融它其实是有风险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开放还是一个选择 我个人看我们不开放很快也会发生金融危机 所以在这两个之间怎么求平衡 我觉得利率和汇率的这个市场化和有市场来决定 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核心问题 但是它需要的是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产权的改革 改变这个机构的行为 第二个是一个监管 虽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当前中国的金融业 不管是规模还是业务水平 远远不如中国制造来的响亮 普通投资者从金融业和财富管理部门 获得的收益并不太多 即便是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 还十分缺乏灵活性 不过这些局限之数 恰恰是接下来行业突破瓶颈的主要环节 市场正在等待政策突破 带来行业新的机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